我年輕的時候常常會想像我未來的樣子 而現在的我 有一些話想要對過去的我說 第一次考獎失憶 覺得自己是個沒用的家 我想對那個時候的我說 分數不是你未來所有的一切指標 你仍然擁有無心的可能 第一次失戀 我覺得整個世界都不大 你不要走啦 我都可以改 你不要這樣子 不要走好不好 你放手 我不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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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白白放手 我不要 你不要走 我會不會沒有你 我想對那個時候的我說 我懂那時候的感覺 好好痛苦一場吧 他將會是你生命當中的過客 但是你的生命當中 也會有人願意 永遠留在你身邊 第一份工作 什麼都好難 搞什麼鬼啊 做什麼東西 你是不是想弄死我 沒有我 標題有 稍微做了一點修改 所以 你亂改嘛 明天董事會出糗的是我 不是你 你信不信我 我直接叫你走 你看你做什麼東西 看啊 好那 我馬上去更修改 我的 這 這叫這老闆意思 我跟你講喔 你要是沒有做好 我直接叫你走 你知道嗎 出去啊 在這個世界上 沒有所謂最後一次的挫折 謝謝過去的我 即使覺得痛 我應該要選擇站起來往前走 謝謝你 看完這段影片 你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對過去的自己說呢 歡迎你在底下留言 我是蘇宜 每週都會更新影片 記得把追蹤改成長線卡 你才不會錯過更多的精彩內容喔 掰掰